這邊就按清楚就OK了 說真的 程式看起來其實還蠻優的 但是說真的這背後怎麼寫的 原來背後只有三行程式而已 對不對 就是我剛剛講這三行程式 那效用其實還蠻大的 然後我們跟各位講過了 其實未來你要處理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要產生這個年次這個欄位 因為你如果要做報表 沒有這個欄位你就沒辦法做 所以如果有時候你快速產生這個欄位的話 你後面報表就很簡單 所以你可以產生這個欄位自動產生後面的報表 意思也OK 就是全部可以串在一起 那VPA的好處就是說 它可以把很多個動作 很多個按鈕的動作 全部都串成一個按鈕也沒有問題 只是說我們現在上課 剛開始不會全部串那麼多 可能就慢慢慢慢再增加一點難度 那實際上你會發現工作裡面做最多 不外乎資料的分分合合 比如說把這三個資料有沒有 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叫資料的合併嘛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年次再分出來 所以這個叫資料的分割嘛 有沒有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我們到底為什麼要學這些東西 其實就是如何巧妙的快速的 把你需要的欄位產生 你才有辦法做後續的報表 或者後續的分析 這個其實觀念如果你有的話 那將來你在學習上 我想應該會更能夠掌握到要訣啦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些文字 文字比試料函數 就是在幫你做這些事情 那米BA的話呢 就讓你加更加快速度啦 OK 所以後面的話呢 我們有蠻多的題目 比如說還有一些 請各位再切到那個練習題裡面 文字比試料函數 我們是做這個嘛 那請各位再做下一個 可能比較稍微 其實不複簡單 就是151這個 截取瓜糊中置串這個 那其實邏輯非常簡單 我把它稍微再放大一下 這個放大一下 其實邏輯就是說 A欄是我的資料來源 B欄是我要取得的資料 那也就是這邊已經做好了 所以請各位把這個 Ctrl Shift向下 Delete掉 Delete掉之後的話 就是 這個就是你要 如果裡面有瓜糊 你就要把瓜糊裡面的字串 放到這邊來 如果沒有瓜糊就跳過 什麼事都沒發生 那可是問你要怎麼做 當然如果你不會有更好的方法的話 你就變成什麼 你只能土法裂鋼 那當然土法裂鋼 如果資料浪少還可以慢慢來 但如果你 這個資料浪是 千萬 十萬筆 百萬筆的話 那真的是 這不可能 所以怎麼辦呢 你需要 如果把一個完整的資料 裡面的瓜糊的東西抓出來 而且其實這種東西還蠻常見的 不見得是瓜糊啦 可能是什麼裡面的什麼資料 就是這個儲存 儲存鋼我要先判斷 到底有沒有 有的話呢 就把那個 某些符號或者某一個關鍵字 或者某一個什麼東西 幫我抓出來 那其實這種應用很多啦 比如網路上面自己抓一些關鍵字 自己幫你去得到一些 或者像客服有沒有 像那種AI客服 他其實就是抓你的關鍵字 然後自動去資料庫裡面找找看有沒有 沒有類似的答案 告訴你說 是不是這是你要的答案 幫你再會做個回應 類似有這種用途 可是問題我今天要怎麼完成 其實答案 大概我先把Ctrl字以下 複元一下 給大家看到 裡面的話 主要如果用Excel裡面的函數的話 如果我現在還不講VBA 我們先講Excel 函數的話 至少會用到幾個函數 1 Find函數 Find不好都沒有用過 大部分好像都沒有 這很重要 如果你不會Find 你就沒辦法做完這一題了 不過你如果還有更好的方法 你可以試試看 你也可以告訴我 我當然很開心 如果沒有的話 你可以用這個 那Find主要用途是什麼 去尋找 初春歌裡面有沒有 前刮鬍 有沒有後刮鬍 然後把前刮鬍後面 跟後刮鬍中間的字串 然後用MID函數去做切割 放到這邊來 但是有一種狀況 如果呢 你Find函數裡面跟他講說Find這個前刮鬍 或後刮鬍 如果他找不到的話 他會有錯誤訊息 如果錯誤訊息的話 你要把那個錯誤訊息去除掉的話 你可以用if要 其實錯誤訊息常見的就是僅字號開頭 找不到的就是僅NA 就Not available 或者僅什麼 常見的僅Nan 僅Nan 這個你一看就知道了 這個Nan意思說 他找不到這個名稱 OK 或者僅什麼 僅REF 這也蠻常見 REF就是reference 找不到參考的那個範圍 参考 所以諸如此類 只要是僅開頭的一堆有沒有 那就是錯誤 錯誤怎麼辦 你如果不想他出現的話 那你可以用if要把他過濾掉 OK 所以一二三 可是問題要怎麼做 我們分階段來看 第一個的話我們先把這個拿掉 首先我練習的話 我先從A3開始 為什麼 因為這個才有瓜阿虎 這個沒有 所以從A2的話可能會產生錯誤 第一個插入函數 我們先用哪一個函數呢 先用文字類裡面的fine函數 因為我要找什麼 找那個前瓜阿虎的位置 所以fine按確定 所以你會發現底下有跟你講說 一二三 三個參數 然後他的意思是什麼 某文字串在另一個文字串中的起始位置 OK 意思是哪一個在哪一個 我這講得有點繞口 對不對 那fine區分大小寫 不過另外有一個函數 叫什麼search 有沒有search 也是尋找函數 那跟fine有什麼差別呢 有沒有發現 大小寫視為相同 所以如果你有區分大小寫用fine 如果沒有 那就用search 如果 都跟大小寫無關的話 你用哪一個都可以 OK 不過習慣上fine fine比較短 現在沒差 你等下用search也可以 OK按確定 再來的話 fine test 特別的fine test 意思是說 你要我的理解是找什麼 找錢瓜 所以你就打一個錢瓜 然後移開 他很聰明 他會自動幫你加錢或算 如果你沒有加他就一定錯 可是他很貼心 自動幫你加 但你自己加也可以 within 你看顧名字吧 within 是不是在哪裡啊 在這個儲存歌裡 我要找這個 在這個裡面 所以他回來跟你講說3 不過第三個是star number star number 意思是說從哪一個字開始 star number 從哪一個字開始 所以如果你今天 假如說你沒有輸入的話 他從1開始找 找 可是如果你今天輸入4的話 你會發現 這邊就找不到 有沒有 因為第四個沒有 所以這個空白就好了 從頭找 按確定 3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我今天找後瓜湖 後瓜湖 再打勾 9 所以如果我要切中間東西的話 再加個mid 我就可以把我要的東西切出來 但是你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我找到的是3 可是我要從第四個開始 抓 所以你可能到時候 你會多一個字 所以你必須把這個字 減掉 會多一個字 OK 那其他的話大概 另外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往上填滿的話 頸Value 有沒有 為什麼 頸Value的話是 Value是資料 意思說 他這個錯誤信息 剛剛說 你不是要叫我找後瓜湖嗎 可是你卻給我一個沒有後瓜湖的資料 所以這個頸Value是說 你給我錯誤的資料的意思 應該懂意思吧 因為這裡面沒有什麼 沒有他要找的這個瓜湖 所以Fy如果有 他就會告訴你哪一個 如果沒有的話 他就會告訴你說 你給我的資料不對 這意思 這意思 OK 可是問題不對啊 那如果他出現這錯誤 怎麼辦 你總不可能似而不見吧 所以理論上應該什麼 讓他消失 那如果讓他消失的話 你就要用什麼 If Al 我剛剛提示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三個函數完成這一題 Find Mid 跟If Al 畫面先還給各位 來 切一下 你們可以開啟那個 範例檔案裡面的151那個範例 當然呢 上面已經有做好的公式了 不過我建議 各位可以先把它刪掉 先刪掉 千萬不要一直看那個 因為比較容易被限制住 你經常用你可以理解 我是建議 學習函數 如果他學得比較活用的話 盡量還是用自己理解的方式 這樣的話以後遇到問題 你也比較能夠 比較能夠彈性的再去找到你要的解答 OK 試一下